如果是比較長時間的tour的話 比如說一個月以上的那種 我自己會帶米 白米 我很喜歡吃米 所以我有上網查 就是如果是一公斤以下 然後有包裝好的米是可以帶出國的 然後想吃米的時候我就自己 還有帶鍋子 然後就自己煮白米 很好吃 每年8月的威馬藝術節 是世界上的藝文盛世 特別是今年啊 有許多來自台灣的表演團體 到威馬藝術節表演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錯過囉 就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叫做Leonardo 不知道跟那個Leonardo Dicapio有沒有關係 搞不好是Dicapio開的 怎麼可能 這家是四星飯店 哇 好復古的電梯喔 它竟然是這種旋轉的耶 會不會又有人出不去啊 哇 好漂亮喔 它這個也太復古了吧 很像在拍電影耶 就非常有70年代 80年代的感覺 這感覺你就是富二代白富美 對啊 很像那個電影有沒有 Gabriel 或者是那個Titanic 對不對 讓我休息一下 很喘是不是很喘 這真的很大耶 它就是跟台北那個精華一樣 就是有一個商店街對不對 哇 其實整個空間還蠻大的啊 蠻漂亮的啊 什麼無價 它的view我已經看到了 哇 它真的是蠻大 而且空間很夠 而且這床看起來很舒服耶 我好想躺上去喔 我現在已經很少看到飯店 有人是這邊特地坐一個沙發 你可以坐在這邊穿鞋子 對 就是可以讓你放鞋子 也可以藏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冰箱 只是這個小冰箱也太小了吧 對不對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大衣櫃 還有這個 這偷寫的時候就可以躲進去 蛤 怎麼辦怎麼辦 我老公來了 趕快躲進去 然後還有浴室 哇 它的浴室我覺得非常有年代感 真老派 對啊 可是看得出來弄得乾乾淨淨 你整整齊齊的 Good morning 真的是好早喔 我覺得住飯店都有一種壓力 就是 要很早起床 就是為了要吃早餐 對 有一個神經病 今天定鬧鐘 7點一直起來 不是7點 是6點半 6點半 那麼早起來幹嘛 我們下來的時候 非常非常多阿公阿嬤 在這邊拿東西吃 我覺得阿公阿嬤都不會錯過早餐耶 不會不會錯過啊 死命都要爬起來吃 你的好豐盛喔 全部都是肉耶 培根 香腸 蛋 三高早餐 可是我看那些德國人也夾得很高興 他們也吃得很開心 一個阿公站在我後面 他看我夾這麼多 他這樣面帶笑容又去夾 結果後來旁邊一個阿嬤走過來 這樣看著他 然後他就夾兩條 放著然後就走掉了 我應該要站你旁邊給你看著 你這裡太誇張了吧 昨天下午4點到嗎 然後我們開始睡午覺睡睡睡睡 睡到8點的時候 Semi突然把我叫醒說 你不是要去游泳 對耶 游泳池只開到9點 我錢都付了 游泳池是免費的 我一定要去游 真的 我又在 保護我的關鍵 我又趕快下去游泳 可是游泳池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外面天空 你就在游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外面這樣子 陽光靈內的 其實是室內的 可是可以看到陽光 很漂亮 而且很乾淨 我們現在在威瑪的國家劇院 你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大大的海報 這次威瑪藝術家 雲門武吉的總監 鄭忠龍老師 他的頭像就三大巨頭 在整個威瑪古城的海報 到時候看得到他的身影 所以你就知道說 雲門武吉這次對威瑪藝術有多重要了吧 然後你還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兩個 這麼大的雕像 他就是哥德爾和喜樂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好朋友 那之所以他們可以在這邊 是因為哥德爾和喜樂對威瑪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哥德爾曾經是這一座 國家劇院的藝術總監 比如說喜樂的華倫斯坦 他的首演就是在威瑪國家劇院 那除了劇作 有很多歌劇也是在這個國家劇院首演的 花格納的羅恩格林 他就是在1850年的時候 在這裡首演的 哇 看這人潮 感覺就是一票兩球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去看定光吧 字幕推出 它就是人家ικ老闆 它就是人家的 我們在稍微叫我 有機會訪問你們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啊 雲門舞級的林懷明老師已經退休了 現在是鄭中榮老師 掌舵雲門舞級 那在兩位老師的帶領下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同的差異 比如說管理上面的差異啊 或是舞蹈風格上面的差異啊 我覺得林老師管理下的雲門舞級 對我們舞者來講是 再更 我們會比較緊張一點 再更緊張 然後再更風景神經一點的 然後 然後現在是鄭中榮老師的 裡面舞級 我覺得他會給我們更多的自由 然後更多創造力 因為他們兩個風格 我覺得有點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中榮他想要去破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 因為我們有林老師那個時代的訓練 然後跟那時候的一些風格的累積 就是他還是有一個規矩在 然後依規矩去破規矩的這種感覺 而不是說好像只是 漫無目的地去抓一些 平均想像的東西 好像一門功夫 很深奧的功夫 我想這個呢 只有藝術家才可以到達的禁忌 像我這種翻夫俗子 就覺得說 沒關係我們純欣賞就好 對 我還是要好好欣賞原本的舞級 那你們這次來德國巡演啊 有沒有特別想要吃什麼德國美食 有德國豬腳 我們在到的第二天就有吃到 而且我是吃脆皮的德國豬腳 沒錯 我跟你講德國有兩種豬腳 一個是水煮的 一個是烤的 你們是烤的就對了 那個水煮的啊 我不推 像你們在這麼多國家巡演有沒有 你們在巡演的時候 有沒有帶什麼私鄉小物在身邊 讓你覺得說有他陪伴 我在世界巡迴各地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孤單寂寞冷 如果是比較長時間的tour的話 比如說一個月以上的那種 我自己會帶米 白米 我就是我很喜歡吃米 所以我有上網查 就是如果是一公斤以下 然後有包裝好的米 是可以帶出鍋的 然後想吃米的時候 我就自己還有帶鍋子 然後就自己煮白米 很好吃 你說裝到行李箱裡 你說電鍋耶 不是不是 就是一般的那種空姐鍋 那個可以 這個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一般人可能會說 我有一個可愛的小兔子抱著 我就會帶著他跟我一起旅行 你是帶米 好特別喔 一定要台灣的米 吃竹腳 然後又帶米來吃 你們舞者可以吃這麼多高熱量的東西嗎 不用控制身材 因為我們消耗也蠻大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 難吃就盡量吃 好羨慕喔 吃什麼都還那麼瘦 想必雲門應該是排練的非常的勤勞 難怪 所以啦 如果你們想要瘦身的話 就加油一點好不好 所以要進雲門 你就像可以這樣身材保持非常的好 加油 你們平常 雲門訓練是怎麼個訓練法 我們如果是在台灣一般平常的工作的話 其實就是很像上班族 一般是從10點開始排練 然後到下午6點下班 八個小時 然後就一直跳舞 中間沒有吃飯 有啦有啦 當然有 有有有 還是沒有那麼仙人好不好 八個小時很超耶 我看我胖一輩子好了 可是你們有週休二日吧 有有有 就是像一般公務員 別人是去上班打卡 逛網拍 找同事團購 然後你們是練舞 是是大概是這種感覺 真的好辛苦喔 可是你們訓會的時候也需要練舞嗎 也要也要 就是我們到的隔天 其實也有一個排練的時間 大概兩三個小時 然後是排練我們這一次 演出的舞碼定光 大家好 我是中小 那請問一下你在雲門舞集多久了 八年要九年了 八年 比我的婚姻還長 那像你們常常在 在歐洲 或是每家學演的話 每次來外國啊 你們除了表演之外 有沒有最喜歡去做什麼 我們通常會很喜歡可以 到處看看 趁著休息的空檔 或者是早上還沒進排練的時間 然後好比說 看看這個城市 看看美術館 然後吃吃當地的美食 那你這次來到德國啊 你有沒有特別想吃什麼德國美食 豬腳吧 然後啤酒 豬腳這麼受歡迎 就是大家來吃都吃豬腳 好 不會想要吃香腸嗎 德國香腸 德國香腸也很有名啊 而且德國到處有不一樣的香腸 柏林有柏林的香腸 慕尼黑有慕尼黑的香腸 這邊圖林根也有圖林根的香腸 柏林的香腸是比較短的 柏林的香腸是咖哩口味 就是它這邊香腸的變化很不一樣啊 推薦你吃不一樣的德國香腸 下次可以試試看 所以豬腳好不好 來德國也可以吃香腸 如果你在國外有沒有準備什麼四香小物 拌在你身邊 四香小物 我通常都是帶泡麵 如果真的很想台灣的時候 通常會比較想吃熱湯 因為我們通常比較常的tour都會帶鍋子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煮 大家都好專業喔 好厲害喔 所以你們已經巡演成精了耶 我插個話 你們人那麼多啊 來巡演啊 你們會打麻將嗎 不太會 因為第一麻將有點重 就是我們如果要打就還要分好 可能還要分開大家帶 因為不然公斤數會有點超重 好實際的問題 好實際 非常的實際 我跟米可以帶麻將不行 因為呢 我以前來歐洲玩的時候 跟朋友啊 我們半夜怕在歐洲很無聊 因為他們八點就關店了嘛對不對 夜漫漫長夜 我們都帶麻將 然後在飯店打麻將 所以你們原本不流行打麻將就對了 尤其已經煮米跟吃泡麵 演出跟排練完 通常我們會有一段時間 好比說是會泡澡 然後跟放鬆身體 就是按摩 然後或互相的柴腿 就是放鬆我們的肌肉 所以那個時間 通常會花個一個小時多到兩個小時 所以就比較少時間 可以再去做這個打麻將的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就是繁複數字 我是想到 是不是晚上要打麻將 還是喝酒 沒有 他們都是在為前一天做準備 我們幫彼此按摩 然後好好放鬆心情 為了明天的表演 現在林懷銘老師 已經從雲門舞級退休了 由鄭忠榮老師掌舵 在這兩位老師的領導風格之下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同 對我們舞者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會在於 精神狀態跟壓力上 就是 沒關係你繼續 你繼續 我會把我剪掉嗎 好 好 在跟老師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比較更嚴肅 對我來說 然後但是 中榮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自在 因為他希望我們是一個更舒服的工作模式 在這個環境裡 中榮老師好像比較新派對不對 屬於自由派 那林懷銘老師的話 感覺好像是比較會 希望你們成長更多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是說不是成長 或者是新派問題 我覺得比較像是說 對我來說 老師做事比較有他的規矩 就是他必須要一步一步的這樣走 不管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有他想要 你按著那個步子走 但是 中榮會覺得說 我一樣要到達那個目的 但是中間的路線 你可以自己去發展 怎麼到達最後那個點 但他們 中榮也不是說 就隨便你去 他還是有一些嚴謹的部分 是需要你 去找 然後讓你自己 更出現在跟他工作的作品裡面 那你在雲門舞級也跳了八年 有表演過這麼多不同的舞啊 這一次定光來說 對你的挑戰是什麼 定光對我來講 最大的挑戰就是要 同時跳舞 同時發聲 同時唱歌 就是他必須 這三件事情 同時發生在舞台上 中間沒有任何下台的時間 你沒有任何喝水的時間 就一直在舞台上 然後把這三件事情完成 所以這60分鐘內 你就要一氣呵成 又要唱歌 又要跳舞 又要發聲 哇很難耶 你下一步應該是要去參加 我是歌手了吧 可能也沒有辦法 那就祝我們這次在德國 請你給我們演出順利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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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這間餐廳很可愛 它叫做黑熊餐廳 不知道跟台灣的黑熊 GREWUN有沒有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 因為他1540年就有了 然後呢 我只是隨便看一下說 啊 不想走太遠 看到這家餐廳叫做黑熊餐廳 我就走進來 沒想到 竟然是500年的店 他這個飲料看起來太夢幻了吧 500年的餐廳 可是看起來這飲料 一點都不像500年 比較像21世紀的飲料 你不覺得嗎 香葉店 對啊 這個是檸檬汁 檸檬拉德 傳統來說應該是白色 可是它現在為了要有新口味 所以要加不同的糖漿 那我這個是蘋果的 它Semi點的這個是 西瓜和什麼東西 今天這個是非常非常傳統傳統的德國菜 它在我們柏林不一樣初登場 它這個叫Ring Rolade Ring Rolade呢 就有點像台灣那種菜羹有沒有 高麗菜然後裡面薄魚漿 可是這個不是高麗菜 這是牛肉 他們把牛肉呢 打成非常非常薄的薄片 裡面再放蔬菜 然後再放培根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所以它這裡面完全都是肉肉肉 用牛肉當皮 捲蔬菜和培根 然後再下去燉 哇 有沒有看到裡面都是蔬菜還有培根 非常非常好吃 可是非常非常鹹 非常德國菜 德國菜就是鹹 它的鹹味除了來自乳汁呢 還有來自培根 因為培根也是鹹的 然後它配的不是傳統的白酸菜 它配的是紅菜 它通常紅菜是不酸的 然後它應該是比較甜一點的 非常鹹 太鹹了 我覺得如果可能要洗腎 非常非常鹹 然後現在再來吃這個 CNOODLE CNOODLE想必大家現在熟悉 知道什麼了吧 生馬鈴薯 混煮熟的馬鈴薯泥 捏成球下去煮 就是CNOODLE CNOODLE是我在每家德式餐廳 最喜歡腸的 每家味道都不一樣 這個切下去有點像 彈彈彈彈 可能是我喜歡吃的那種QQ的喔 它好像肉丸喔 超好吃 這好吃到爆炸 它吃起來真的很像 類似肉丸 水晶講的那種 很有彈性 可能Q彈 再來德國除了豬腳 一定要試這個 牛肉卷 牛肉卷 如果你是非常愛吃肉的人 來德國一定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的傳統美食啊 就是肉肉肉 肉肉肉 你看牛肉還不夠 他們超愛吃豬肉 連牛肉卷裡面 都要放豬肉培根 他們才高興 你看 我點的這義大利麵 是不是看起來超級可愛的 它這個是蝴蝶結形狀的義大利麵 然後我點的這個呢 它叫做Fiffling Gu 那中文呢叫做肌油菌 或者是杏融都可以 它是非常特別的菇類 你在德國超市也都買得到 好好吃喔 也是一個菇菌類 有一個微酸的味道很特別 然後這個麵啊 它上面要撒紅胡椒粒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呢 都會咬到那紅胡椒粒 就有微微的胡椒的味道 這是豆腐 很可愛 它把它切成四個長條狀 嗯 就是煎過的豆腐 現在素食所有的素食店都加豆腐 所以他們也想說 好我們要創新我們要加豆腐 讓吃素的人有感覺有吃到蛋白質 讓吃素的人覺得好像有吃到主菜 就可以收比較貴的錢 你有再錄了嗎 有 唉 王美為了取解 王美這條路真的是 很難走 因為王美跳不上去要從樓梯那邊過來 對王美的腿太短了 等於一幫鳥屎都擦乾淨了 好了王美停 好了 我們剛剛吃完飯 來到餐廳對面的海王星噴泉 這個噴泉呢 在1540年就有囉 跟那個餐廳一樣 但是啊 這個海王星雕像是到1774年 才幫他改建成這樣的 所以啊 他也是幾老百當啊 再過15分鐘呢 蒂摩爾古星五級的 陸資馬迪丁老師 會在這個市政廳廣場表演陸資行走 好期待喔 他是公共的演出喔 跟他抧鈴末 字幕唔 那錯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化部跟德国驻德代表处文化组 把台湾Focus推向国际舞台 像这次云门舞集 他们的定光也是首次在欧洲首演 所以如果你们夏天有计划来德国玩的话 每年的八月都有威马艺术节 而且它不只有舞蹈 它还有音乐会 戏剧 装置艺术 跟文学 包罗万象 希望你喜欢我们这次的威马之行 那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些很厉害的国际音乐节 或者是艺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